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早今日时事仲观美国资讯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我是马英琳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白宫星期一为拜登总统 卸免自己个子特的决定作了辩护 说总统在这件事上态度转变 不会损害他的信誉 也都不会影响司法部的独立性 白宫新闻发言人让皮埃尔在《空军1号》上 跟记者说强调拜登 直到感恩节周末才作出这个决定 也都强调他一直在糾结 如何处理这件事 与拜登星期日晚的声明一致 让皮埃尔强调特是总统的儿子 并表示拜登发布卸面的原因之一是 他的政治对手似乎不会放过这件事 他们似乎不会继续向前走 不过 杨皮埃尔说拜登对司法系统有信心 他不认为这个立场 和他赦免他儿子的决定有冲突 他说这两件事都可以是真的 总统确实相信司法系统和司法部 他同时认为他的儿子在政治上被针对 拜登因为这个赦免决定受到批评 主要是共和党人 甚至有少数民主党人 科罗拉多州民主党州长波利斯 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写道 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先例 可能会被后面的总统滥用 可惜的是 这会损害他拜登的声誉 阿里桑那州民主党国会众议员 斯坦顿也在X上表示 这不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 特犯了重罪 被同他一样的人组成的陪审团判定有罪 星期一 拜登签署了一份完全同无条件的赦免令 免除得一切定罪 他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 他认为赤裸裸的政治已经感染了整个定罪过程 拜登写道 任何一个理性的人 只要看看特案件的事实 就会得出那么的结论 特被挑选出来只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子 这个是错误的 星期一 第一夫人吉尔出席活动期间 被问及此事时表示 我当然支持赦免我的儿子 根据赦免令 在201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1日的近11年时间内 但已经犯下 或者可能犯下的任何罪行都得到法律保护 不会受到联邦起诉 这是拜登今为止 发布的最全面的赦免之一 自上任以来拜登一直强调有必要恢复对联邦机构的信任 并强调要保持司法部的独立性 在特被指控期间 拜登和他的高级助手一再同公众说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他都不会赦免自己的儿子 即使在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之后 包括让皮埃尔在内的白宫官员都表示 但不会被赦免 星期一 让皮埃尔没有回应是什么令拜登改变主意 相反 他读了为拜登辩护的官员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贴文 其中包括前司法部抢史树德的贴文 他辩称 如果特拜登的名字是乔史密斯 最初的法律结果就会不同 让皮埃尔强调 卸面是拜登的个人决定 但他最终认为 美国人会理解他作为一位父亲的身份 拜登在离任前50日的戏剧性转变 迅速遭到共和党人的批评 他们将拜登描据成不诚实的人 指责他侵蝕了人家对司法系统的信任 甚至有些民主党人都与这一举动保持距离 让皮埃尔说 他预计拜登会在离任前宣布更多赦免 这通常是惯例 12月2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 发申社记者提问 台湾领导人赖清德 访问太平洋岛国期间惊庭夏威夷 并同美国国会前众议长佩洛西通话 台总统府发言人说 双方讨论了中国军事威胁 外交部对此有什么评论 林健指出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形式 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行径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林健说 我们敦促美方认称蓝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性 认称台独分裂行径对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危害 确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 停止插手台湾事务 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支持纵容台独分裂势力 当选总统特朗普周一要求立即释放 仍然被关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 他说 如果人质在他明年宣誓就职之前未获释放 责任方要付出地獄搬的代价 特朗普在他的Truth Social网站上写道 请让这条Truth帖子表明 如果人质在2025年1月20日之前 即是我自豪地就任美国总统的日子 未被释放 中东将付出惨痛代价 那些犯下这些反人类暴行的人将受到惩罚 他补充说 在美国漫长而传奇的历史中 那些责任人受到的打击 将被任何人都要严重 马上释放人质 目前还未清楚特朗普是否威胁 要直接让美国军队参与以色列 在加沙对哈马斯的持续行动 特朗普的盟友表示 他希望在明年初上任之前 达成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 加沙战争始于2023年10月7日 当时哈马斯领导的武装分子冲进以色列南部 造成约1,200人死亡 约250人被劫为人质 大约100人还被关押在加沙 其中三分之二据信还活着 在特朗普发出这个威胁的几个小时前 以色列政府证实 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 奥马尔纽特拉已经死亡 以色列政府称 他的尸体还被哈马斯扣押 几日前 哈马斯还公布了另一名人质 伊丹亚历山大的视频 他在以军服役期间被哈马斯大度格杀 视频中 亚历山大呼吁特朗普为他和其他人质的自由 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 拜登政府也在进行最后的努力 试图重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谈判 他们上周促成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前的停火协议 但美国政府表示 哈马斯尚未表现出重新参与谈判的意愿 加沙维生部称 以色列对这次袭击的报复性进攻 已造成至少4.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这场战争摧毁了这个沿海飞地的大片地区 230万人口中90%的人流离失所 CNBC周日报道 亿万富翁马斯克正在请求联邦法院 阻止OpenAI转型为一家完全盈利的企业 分析指出 这标志着马斯克和OpenAI及其CEO奥特曼之间的 法律纷争进一步升级 代表马斯克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SY和OpenAI前董事会成员 契女士的律师 在周五向法院申请初步禁令 这行禁令还会阻止OpenAI要求投资者 避免资助竞争对手 这一举措 标志着马斯克和OpenAI的CEO奥特曼之间的 法律纠纷进一步升级 而这件事牵涉到的其他长期相关方 包括微软公司和科技投资者霍夫曼 马斯克最初在今年3月 在旧金山起诉OpenAI 后来撤回诉讼 几个月后又在联邦法院重新提起诉讼 在联邦诉讼中 马斯克一方认为 OpenAI违反了联邦烤炸律索法 去到11月中旬 马斯克的律师扩展了投诉范围 加入了有关微软 和OpenAI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指控 称赦GPT制造商曾要求投资者 同意不投资期竞争对手 包括马斯克的公司Size 在其初步禁令申请中 马斯克的律师便称 OpenAI应该被禁止 从微软和OpenAI董事会人员交叉任职中 不正当获得竞争敏感信息 或者进行协调 OpenAI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 马斯克多次尝试重复了一件毫无根据的投诉 完全没有任何依据 近年内 OpenAI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初创公司之一 赦GPT的成功令AI和相关大型语言模型在全球企业界获得广泛关注 OpenAI在2015年创立时 是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亮相 在2019年转型为所谓的上限盈利模式 其中OpenAI非盈利组织是其盈利性子公司的管理实体 目前他正转型为一家完全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 据信可能会令他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 路透社周一援引一名美国高级边境官员的消息呈 11月非法跨越美麦和美加边境的移民数量继续下降 这一持续了数个月的下降趋势 再次削弱了当选总统特朗普关于非法移民 以失控的说法 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周日清 初步统计显示 在南部美麦边境 边境巡逻队11月逮捕了大约4.7万名非法越境移民 较10月份的近5.7万人有所下降 亦是自2020年7月以来单约最低数字 此外在北部美加边境 巡逻队11月逮捕了大约700名非法移民 被10月份的1300人有遣住下降 特朗普承诺在第二任期内要严厉打击非法移民 他上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要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所有商品 征收25%关税 除非这两国在阻止非法移民和芬太尼进入美国问题上 有所作为 对此墨西哥总统申包母警告 关税将会为两国带来严重后果 并任是可能采取报复措施 加拿大总理特努多 亦在周五回见特朗普进行相关磋商 自拜登在6月份实施限制措施 阻止大部分非法阅警者申请庇护以来 美密边境的被逮捕移民数量急剧下降 同时墨西哥自1月份以来 已经阻止了数十万前往美国的移民 Adobe Analytics在星期六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的购物者在黑色星期五通过手机 笔记本电脑 台式机和其他设备 在网上购物的金额约为108亿美元 黑色星期五是美国感恩节后的第一日 标志着零售商假日购物季的正式开始 为了吸引每位追求折扣的正打细算购物者 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网上购物的增加可能会对亚马逊 玉尔玛等电子商务巨头有利 为了促进电子商务发展 玉尔玛在美国经营住4,700家门店 同时在节日季大力投资门店到家送货服务 Adobe表示 美国黑色星期五的网上消费支出增长了10.2% 在2023年 美国购物者在黑色星期五的网上消费金额为98亿美元 而2022年的数字是91亿美元 Adobe在星期六还表示 网上最畅销的商品包括化妆品 护肤品和护发产品 还有南亚音箱和浓缩咖啡机 报告还补充对比10月的日军销售额 玩具的网上销售增长了622% 珠宝增长了561% 而家用电器的网上销售额增长了476% 另外 云计算软件公司Salesforce表示 根据他们星期六更新的数据 美国在线销售额在黑五同比增长了7% 达到175亿美元 Salesforce分析了数千间在线零售商的流量模式 清购物者购买了更多的家用电器和家具 至于梅西、Macy's、Coast等百货连锁店 以及大型零售商Target 本季度的销售可能会比较低迷 因为今年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只有26日 云术安全管理局TSA在星期一宣布 刚过去的星期日是历史上最繁忙的航空旅行日 当日超过308.7万名旅客通过了机场安检 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去年12月1日的232万旅客 创下了新的记录 TSA早前预测 今年感恩节假期期间 将有创纪录的1830万人次接受安检 比去年增长了6% 最新数据显示 从11月26日至12月1日晚的6日内 共有1525万人次通过机场安检 而去年同期这个数字为1289万 增幅相当显著 那恩节假期一向是美国最繁忙的出行季节之一 今年美国汽车协会EAA预计 若有7,990万美国人在这段期间会出行 去至少尼加50英类的地方 不过旅行高峰期不止体现在感恩节假期 全年航空旅客人数也呈现增长趋势 2024年7月7日 TSA的统计数据曾创下历史记录 当日单日安检人数首次突破300万 然而随着人流增加 一些机场的员工选择在这个高峰时刻表达个人诉求 例如夏洛特杜格拉斯国际机场的服务人员 今年就在感恩节期间举行了罢工 要求改善公子和工作条件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传播内容 感谢收听和观看 同时记得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界TV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和最新消息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收听和观看